今天想要推荐的个股是这一支5469汉宇博 那一样我们从他的月K线图形来看啊 116年年底17年的时候呢 他走在这个紫色的120均线上面 那到了18年的年中正式突破了120均线以后啊 汉宇博他的股价稳定的走在蓝色的20均线上面啊 那可以看到这边20年3月 新冠肺炎股灾的时候有跌破蓝色的20均线又拉回来 那21年的10月11月稍微跌破又拉回来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判断蓝色的20均线呢是他的下压力区间啊 那第二个看到我喜欢用的KD指标 19年年底的时候来到80以上过热啊 虽然说他的股价 有持续往上创造高点 可是他的KD指标 20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纠结以后啊 他的KD指标 微微的往下掉 目前他的K指标掉到37向上 那看到MSD柱状体呢 17年18年19年出现 粉红色也就是代表他在过热发挥的状态 那20年21年到目前为止呢 都是蓝色的水位 所以我们就可以假设他的股价是在一个相对的低点 接下来一样要教各位朋友看这个我个人喜欢的KD指标啊 15年9月出现了K指标19向下 10月是K指标26向上 那当月的收盘价格是10.7块 非常的低 那如果我们选择进场的话 他的 K指标到了 16年的 11月 K指标84向上 那隔月呢K指标出现79向下 那我一直在我的频道有提到说 K指标 月K线的K指标来到了 80以上 过热出现低跟向下就可以出场 那当月的收盘价格是 17.6块 17.6减掉 10.7 除以 10.7 这大约一年的时间所得到的波段投资报酬率有 64.4% 所以请各位投资朋友爱用这个KD指标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5469和宇博他的公司体质好不好 那本益比 才6而已 比20比10少得非常多 那股价净值比也才0.85 比1还少啊 这两个指标 他都有达标 非常的棒啊 那盈域分配率呢 过往的5年发 28% 42% 33% 27% 35% 大约发到 2到4成左右 连5成都不到 他的益域分配率发得非常低 代表 这间公司有 比较多的资金放在他的企业的口袋里面 不用担心他倒闭啊 那他的年均的殖利率呢 过往5年发 3%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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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多 4%多 大约是发在 3到4%之间 那如果是以纯股的标准来看呢 我会希望他的 年均的殖利率可以发在 4到6% 所以汉与博 这间公司稍微的 比较不适合纯股啊 那从汉与博他的本益比 股价净值比 益域分配率年均值益率呢 就可以判断这间公司是一间 体质优良稳定经营的好公司啊 判断这间公司是不是 体质优良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 就代表说 你不用怕他倒闭 你去布局 可以放心 一笔一笔投入你的资金 去抓他的低点 虽然说他比较不会 大起大落 因为他没有本益比 但是呢 他在相对低点的时候 你去布局做他 那因为他是体质优良的公司啊 他很安全 那一定会来到相对高点 那就可以选择去卖他 所以判断一间公司是不是体质优良稳定经营的公司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 我在我的每一支影片里面 几乎都会提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汉宇伯他的 年度的EPS啊 13年的时候他年度EPS出现一个 负成长 那14年 15年开始稳定的回升 以后呢 19年来到6块 20年也差不多6块 但是21年的123季看起来表现比较好一点啊 我们来关心一下他第四季的表现 这边是 5469汉宇伯 他的月营收成长率啊 去年的第四季 10月11月12月呢 他比去年同月增减还是增加了 大约8到10% 所以总观去年来说 他的累计营业收入啊 比起前一个年度 也就是20年年度 他的累计营业收入是增加了24% 所以汉宇伯这边他21年的第四季跟 整体的年度表现呢 大约就是比20年的 6.15块还增加了大约20%左右 那这是一个好消息 不好的消息就是说 21年的这三季啊 他的月营收成长率看起来有渐渐的 缩小 那今年的1月他出现了负成长 负2.51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关心这个负成长的绿根啊 他的绿根会不会扩大 像这边这样子 连续五六个月都是绿根 还是说他这边的绿根呢 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那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观察的部分 接下来看一下 5469汉宇伯他的本益笔河流图啊 那可以看到这边 他的股价大约就是在 紫色的本益笔6倍 跟蓝色的本益笔7.4倍之间做跳动 非常的规律啊 那目前他的股价是在 紫色的6倍本益笔上面 那今天的收盘价是43.3块 那假设他这边月营收成长率不要出现负成长的状态啊 他只要持平就可以的话 那这里我们的目标价格就可以抓在 蓝色的 本益笔倍出现7.4倍 也就是55块左右 55块 减掉 43.3块 除以 43.3块 所得到的 目标波段投资报酬率有 27%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汉宇伯他的日K线图形啊 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呢他有突破紫色的120均线 以后看起来他稳定的有在120均线上面走喔 但是今年1月的时候有小小的跌破 120均线 之后呢又涨回来 那现在在月线的上面 那如果想要进场做汉宇伯的投资朋友呢 我会建议有两个可以进场的时间点 第一个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股价在蓝色的月线上面啊 他有可能会顺着月线持续的慢慢往上走 所以第一个进场的时间点就是 大约这几天在月线上面 第二个进场的时间点呢 汉宇伯经过这几天的 开盘日他的 股价跌到月线下面啊 但是看到这一天2月15 跟上个月的 1月26号25号呢 目前来说 他这个多月的下压力区间是撑在 41.6块左右 所以他要跌破41.6块 会有难度 那他未来的几天有可能又会占回到 蓝色的月线跟 紫色的120均线的上面 所以只要刚刚提到的 汉宇伯 他的月营收的收入啊 比起去年同月增减 这个负成长 不要扩大的话 他的股价跌破月线又涨回月线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稍微的进场 布局 去买 一点点的汉宇伯 如果喜欢我今天介绍的内容 请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 以及分享给你周遭有在投资的朋友 您的订阅以及分享 是我持续创作影片 分享我投资经验的原动力 还有不要忘记追踪班杰明的 投资笔记脸书粉丝专页 谢谢各位